好,大家好,來到雲高科的hashtag的時間 那今天的settings就好一點 但是呢,那個DSLR那個 就是那個單反的鏡頭的輸入到電腦那裡 都還是低稱,未去到高稱 那我買了一些equipment是from Amazon 那希望可以幫得到手 那所以應該那些聲音OK的,我試過 那畫面我也有用燈打了下去,應該好一點 雖然今天天氣就會比較陰一點 那所以都是share了screen先 那接著我就在小鏡頭那裡出現 那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那今天呢,其實大家都看到我第一個圖就說bitcoins 那其實都有些網友是問我在留言區 在YouTube裡面去問一下關於一些bitcoins或者crypto的新聞 那所以都想借著一個機會,不如趁這個機會 那不如update一下究竟整個crypto的一些最近這兩個月的發展 那都可以update一下大家 那最主要當然是那個價格,價格升 那多人關注一些,價格跌 那些人就沒有那麼開心,就沒有那麼去留意那件事 那這個理解的 那看一看圖先,那YTD不如 最近這一年來講的話呢,其實都升了不少的 都升了59%如果這一年 那Evanium的話呢,就 以太幣呢,就是升了更加多些,升了3.5倍 那就是比較多些 那一直都說的,因為bitcoins那個 那個純粹一個store value的角色 或者一個投資的價值比較多些 但是Evanium呢,除了剛才說store value 還有一個投資的價值之外呢 它的功用是大很多 如果大家是有買了一些NFT的產品的時候呢 那其實它都是需要你去用Evanium去bit 那些NFT的一些products的,那我一會會再說一次的 就是in case大家不記得是些什麼叫NFT 那沒問題,因為在crypto的世界裡面呢 因為他們又要做到自己那個領域 是好像很專業那樣,那有些都很專業的 那所以都有很多一些不同的jargon 一些用語,那所以可能我也會花多一點時間 一會兒再說一說,那明白的網友就 就是不要介意,當多一次說 但是如果譬如有些網友還是聽不明白之前 可以說一點點 那我先說一些新聞 那之前其實都說過的 那就是El Salvador 那是這個地方 那就 又不記得El Salvador那個 那個中美洲那個 疫名,K.O.也是最厲害 那是薩爾雅多 那其實西班牙語大家都知道 El Salvador 那其實是一個saver 一個保護者的角色 那西班牙語的名稱就是這個意思 那大家都知道這個El Salvador的地方 那之前我相信 那之前我相信 這個地方就比較用得多些 都是 美金 為主 因為它自己貨幣就不是 應該都是面對著一些通脹 或者 可能一元兩元美金 是可以換一大疊的 El Salvador的一些銀子 那所以其實都是 就是走了一些很 叫做 就是全球裡面 我不敢說 是不是一定第一個 但是就起碼是 就是一個領先的國家 叫做一個國家 都真的就是 承認 承認Crypto是作為一個 一個就是 一個真的法定的一個 的幣值 那等一下 啊 之前那個 哇 特地弄了一個 是不是這個呢 那 因為呢 本身它就 這個就是 為什麼升了這麼多 其中一個原因 那 鋪排得不太好 那 El Salvador 我再講一講 那但是 為什麼Bitcoin其實呢 之前是叫做 下跌過下一段時間 我再看回兩年圖 曾經是在 就是七月左右 大家都記得 是一個很近 在三萬元的一個位置 那但是 跟著還是有支援呢 最主要其實都是 因為 拜登去講 就是那個 Infrastructure Bill之餘 其實呢 就 國會裡面都講 其實會不會是會 Taxed Crypto 其實呢 平時呢 譬如你說 一些股票裡面的話 去收一些股票 印花稅提高的話呢 很多時候那個股票 都會跌跌這樣 那 但是 為什麼Taxed Crypto 反而會升 因為 你想想 Taxed 那 你不會Taxed 白粉買賣 啊 鴉片買賣 那 反而是Taxed 即 Crypto的話呢 那 就代表 政府其實開始是承認有Crypto 這一點 那當然很吊詭啦 就是我經常都說 就是 你的國家 那你又做回自己數字的貨幣 那但是又不准 就是民間去投資這些Crypto 那其實就是 打橫來 那大家都知道 哪些國家 那所以就是 其實如果有國家 現在美國開始是考慮Taxed的話呢 那 那 都 會覺得是承認著這個Crypto 的一個Currency 那其實 英國裡面呢 其實都是 它會 未必開一個新的稅款 但是 可能在買賣裡面 它會收你一個Capital Game Tax 就是那個資產增值稅 當你可能一元買入的時候 然後你一百元買出 那 中間一百元減一元 就是那個99% 那它就會成一個百分比 好像印象中大約三成 那它就會收到大約30元左右 那 所以那個 情況就是這樣 那所以升了很多 其中的原因就是這樣 那當然就是 那幾大購 幾大一個 就是 Crypto的一些 就是 KOL 包括Elon Musk 等等 木頭姐 那所以他們都是 就是有講到一些東西 就是繼續去support 那當然都升了 那其實 剛才講到就是 那個新聞就是 El Salvador 那其實他就自己呢 是有個 開發了一個Bitcoin的Wallets 其實幾promote 就是那個 國家的人呢 去用 就是一個 用一個 就是 Crypto的Currency去做 那 我自己覺得呢 就是 這些國家呢 就是小國呢 一直的問題就是 就是沒有什麼財政紀律 就是當你不夠錢的時候 跟著你就 引發鈔票 希望可以出糧 或者 支付一些 就是日常的開支 那這個是 瓜眼 因為 我經常都講 就是 借款 noang這樣 有good loan 還有bad loan 那bad loan 就是你借錢其實是 沒有生產力的 其實是 就是用來借錢度日的 那但是如果你 譬如是一個借錢來買機器 添置機器 那添置了機器 你的生產量是多了 而賺到錢之後 跟著還回你的貸款 其實 不是萬惡人為首來的 就是不是一個大問題來的 只要是 看你怎樣做理財 那所以呢 就是 基本上 就是 他就用一個 就是這樣的 Bitcoin的 wallet 就給人民去做一些 就是 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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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貸款 但是都幾誇張 因為 他 那些 personal remittances 其實 哇 由之前1980年代 跟著到現在 其實 都成 二十幾%的 都幾誇張的 一個 的生活 其實都幾 你願意去做transfer 那做了這個 wallet 之後呢 那就有機會是 取代得到這個 就是Western Unions 這些這樣的 就是 相關的公司 那可能是 所以這裡看到就說 有機會是 estimate就是 這些 Money Services Providers Western Union 和Moneygram 的話呢 有機會損失 每年 4億 美金的一個commission 那因為他就開始 用Bitcoin 那你可能用Coinbase 或者用 他可能專用的一個 wallet 去做這些 就是transactions 那 其中一樣東西呢 其實 剛才就說到 這個就是 他們的一個 chifo 就是他們的一個app 可以看一下 照片 那雖然是西班牙不穩 但是呢 就 我認識一點點 Tazas Persona Lisada Scon Photografia Imehenge Mask Lascuste 那 就是這杯 有這個 chifo 這個名字 他就 很喜歡這杯 那 所以 整個 Ministry of Economy 就是 就開始 教人家 怎樣去用這個 chifo的wallet 那 都 挺特別 那 所以 自己用 叫人家用 自己的國家開發 一個APP 來用都 真是 真是 那個 挺徹底的去轉用 那 跟著 其實 他們都 有 說過 就是 那 不如看回這個新聞 就是 因為 El Salvador 計劃這樣做 Bitcoin的時候 有機會 掏空了他的 就是 貨幣 因為 他宣佈了 這個 Bitcoin 作為他其中一個法定的貨幣之後 那 其實 他國家居然是 換了少少錢 去做 Bitcoin 那 大家看看 就是 Safadal Bitcoin Gamble could start a chain reaction 那 那個 有機會 他一個 majority 就是 就會 會 有機會 將 國家裡面的Bitcoin 轉為 US Dollar 那 其實 本身 都挺誇張 他 facility mass conversion of Bitcoins 到Dollar 那 Central Bank 其實都 借了差不多 一億半 到 去幫他做 這樣 的工作 那 所以 整個都 都 挺誇張 他們 還有 那個總統裡面 其實都是有 賣到那些Bitcoin 在9月7號裡面 就出了一個tweet 那 那 在這些國家裡面 去用這個 Bitcoin的話 就是 其實 有一點點 等於是用美金這樣 那是否幫助得到 一個 國家的一個問題呢 我不覺得是 因為 很多時候你那個自己 國家的貨幣當然 一定要穩定 但是 第一 Bitcoin是比較朗一點的 那如果你是 單日是升很多 跌很多 那你的國家的經濟 是不是 就是 維持得到呢 因為 很難 很難去 就是比較煩一點 還有 這個交易的時間 都挺長 譬如 如果大家試過去 一個Bitcoin 去轉另一個 Wallet 其實是 有機會 半個小時 到一個小時 左右的時間 所以這個交易可能 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那 所以 未必是一個 很好的方法去做 還有 譬如今天 可能一個Bitcoin 買一個麵包 明天可能跌了 所以要兩個Bitcoin 那 真的都 挺不方便的 還有一些小販 或者 小商戶 知不知道這件事 那所以那個 我想都是會衍生很多問題 那 儘管看看 究竟他會 有什麼方向去走 那 其實 他本身 我看回El Salvador 那個 Foreign Exchange 的reserves 其實都不是很多 截至2000年 就是一個比較高一點的位 差不多是5000個Million之後 那其實都跌了差不多一半 去到2001年 那 所以 繼續是否支持得到 或者轉Bitcoin 這條橋是否OK 我是挺 有些質疑 那 其實除了El Salvador之外 那 有一些 譬如 東歐的國家 其實他都是 開始就 考慮 去 Legalize 即是Crypto 就作為貨幣 其中一件事都很特別 烏克蘭的國會 就通過了 Legalize 整個Crypto 那 是 都相當誇張 那 那 另一件事就是 除了那些國家去 採取 用Crypto 去作為他們 那個法庭貨幣之外 其實Coinbase之間 就上了市的一間交易所 就在NASDAQ那裏 那 其實他本身 就算Coinbase不做之前 其實之前都很多人想說 譬如你買了Bitcoin之外 那 這個貨幣其實不會幫你 generate 到一些 interest 或者一些收入 那 所以其實有些方法就是 你會不會是 押了個Bitcoin出來 然後去借錢 舉例 還是會不會是 可能是 就是借給人 去 沽空 或者這樣 那多些都是 就是 用Bitcoin來去借錢 舉例 Bitcoin現在一個是 差不多四萬五才算 那 可能用來借到兩萬五 那他就多數一些 傳統的 Financial Institutes 或者一些財政 就是夾在一些交易所 跟著就跟他去做一個transaction 那當然 如果那個債仔 是還不到錢的話 那個債主 就有權去這些交易所裡面 就叫做拔了貨 那就可以 就是還回本金給那個債主 但是Coin Base有機會是自己做完 那但是 那應該就是 SEC 就是美國證監 就立刻 供出來就說 喂 不可以 那就因為如果是做一些這樣的 的借錢的program 其實要事先是得到一些相關的美國的 的reculator 的approval 他們才可以用這個 那究竟是大約用多少呢 其實就是 是有差不多4% 他多數做這些transaction的時候 就會是轉回 由Bitcoin的話 可能會是轉做 穩定幣去借錢等等 那所以 USDC呢 就其中一個就是 穩定幣的一個名稱 那所以 那所以就是 他都幾common 去做這些借錢 那但是 沒辦法了 Coin Base就已經上了市了 那其實 就是 就會比較受多些的監管 那就要看回那個身份 那但是其實呢 因為他上了市 就是做目睽睽 很多人都會就是 就是金證法案看著他 究竟會不會做一些 就是比較違法一些 或者一些踩線的事情 那其實 我覺得他們那個監管 其實自己都做得算是不錯 可能未必做到 去銀行那個level那麼高 但是其實他們都需要是 你給了這些處置證明 那些身份證等等 核實了所有你的身份 你的bank account 轉入轉出等等 都要對回你的名字等等 那其實都是 就是叫做幾嚴格的 那所以 值得都可以留意一下 那還有就是 我都想說 就是之前其實都有過 他都會出了一個 叫做Coin Base的 Debit Card 那就 暫時不知道 那個用途怎樣 可能你去 然後西方圖或者是 Ukraine裡面是 就是比我用得多一些 那 我之前有按過 但是一寄張卡 或者一申請的話 其實都會馬上衍生到一些 費用 那最後就覺得 不要貪玩 都覺得沒什麼用 那 其實都想說多一點 就是關於NFT 那之前其實都說過 NFT是什麼呢 主要都是跟一些藝術相關 有關的Crypto 那本身就是一些 就是Bitcoin 就叫做 一個Fungible的一些Token 就是可以切割得到的 就是譬如一個Bitcoin 可以切到0.0001 舉例 那就可以是 不是一個單位 一個Bitcoin賣賣 是可以分割的 那但是藝術品不行 對不對 那就是舉例 蕭生哥三十幾個字的粗口 那他不可以一個字的粗口 這樣分散買賣 那所以一定要 整體一個成果 整體去買賣藝術品 或者一個NFT 那整個NFT 真的是非常之合 就是藝術品 那我看到 藝術品就是之前的問題就是 其實很多東西都炒得很天價 譬如西方油畫 北加索的榮畫 全部都炒得很瘋琴 那已經是再升 其實意思都不大 那再繼而而知 那就炒到一些中國的近代畫等等 那都是一個很天價的 一個誇張的地步 那再加上一些當代藝術 那其實都是升得很多 例如Dangsy一幅噴漆噴畫 那其實都可以賣你一個很天文數字的價格 那所以 一些如果用Digital的方式去儲存的一個藝術品 其實一個是make sense的做法 因為很多時候可能都是一個電子的形式去表達出來 其中一個就是 大家記得 就是之前吃了頭腩湯 就是這個另一間的拍賣行就是街市特 那所以現在這次呢 就不撕書了 就找了王家衛去把之前那個應該花樣年華裡面的一些劇情 還有應該是說過這條片其實之前是未公開過出來的 那就會把這條片作為NFT的一個部分 那所以 那就 就 對 挺特別的 那王家衛這個 就是 這麼著名的導演 都會去 就是給一些NFT 那就跟這個蘇富比合作 那就都 都 挺值得的 就是我不是說值得買賣 但是 如果就是用一個Digital的方法去儲存得到那個藝術品 我覺得 還有藝術品可能收入都會多了很多 那 那 講一些衰少少的東西 那其實 就是 其實 除了是一些電影 那其實有些 就是 AV的女星 那其實他都會是出一些 就是 就是 NFT的 那都 其實涉業的環境都挺誇張的 那 Cathy Wood怎麼說呢 其實他都會覺得 喂 我也覺得是很興奮 因為就是NFT這樣誕生 那隨之而言 就是因為有Internet 那其實有NFT的出現 其實都很正常 那他都維持回 就是 5年內有機會 Bitcoin是去到50萬美金一個 那 就是 depends on大家信不信 那其實 Elon Musk 他自己都有涉獵一些 就是 NFT的 那 不過都不是最近的事 那其實 他Trader 你知道他 他都 有時候都亂的Trader 那 所以就是 都會說回 除了之前捧紅的狗狗幣 Doji coins之外 那 其實都是 就是 一些NFT 那他都有 有去說 那 其中一個Trader 在3月裡面 就說 I'm selling this song about NFT 那 那 其實他都有 去 去說這些 那 I love music It makes my heart sing 那所以 其中一個NFT的方法 除了剛才說 畫 電影 音樂其實我們都做了很多 譬如 香港裡面 都有陳滿仁 MC Chan 那其實 他都是 有去做一個 自己 音樂上的 NFT 那 我相信 其實就是 始終 QE之後 疫情之後 引了這麼多錢 那 一些有價值 一些有紀念價值 用一個Digital方式 去儲存那個 藝術品 作為NFT 那 如果一些是比較有堅力的東西 其實真的有機會是一個比較高的價錢去儲存 那 但是 譬如 油畫方面 你始終 北加索死了 你不會無緣無故彈出一幅畫出來 那 那些你都可能是一個 怎麼說 是一個有限的供應 那 但是如果現在什麼都放了NFT 那你都真的要非常脆弱才行 不可以是亂來去做投資 那這個是要小心一點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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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不同的國家去用crypto作為貨幣 其實都說到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節目 多謝大家,謝謝,拜拜